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我们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问俄罗斯 那安倍晋三就跟普丁相谈甚欢 双方说我们针对中小企业怎么互相帮忙啦 或者是科技武器等等如何发展等等 双方给彼此很大的这个帮助 不过唯独这个北方四岛这个案子 两个人就轻描再讲过去了 好 后来安倍晋三离开了 俄罗斯的外长公开讲说 我怎么可能给这个北方四岛给安倍晋三呢 我们要问这个北方四岛 为什么安倍晋三想要不敢讲 我们要问这个北方四岛 为什么俄罗斯的外长如此的强硬 现实的外交关系当中 什么是北方四岛的真正价值呢 今天多位来宾欢迎自身媒体员 首先欢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艺术史的秋千一 文腰好 大家好 美体观众者康仁俊 文腰好的好 北方四岛的领土争议 瑟丹岛 池武群岛 泽桌岛 以及国后岛这几个被称为 北方四岛的小小岛屿 却成为日本以及俄罗斯之间 最敏感的议题 俄罗斯外长话说得很强硬 因为日俄双方都宣称拥有四岛 或许北方四岛的主权划分曾经更动数次 1875年之后一直到二战结束 基本上是由日本掌控 直到1945年的亚尔达会议当中 英美两国承诺 俄罗斯可以分得北方四岛 大战结束后的旧金山合约当中 对四岛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 加上当时冷战爆发 日本拒绝承认相关协议 更将每年2月7号定为北方领土日 对于俄罗斯在岛上的开发举动 一向严厉攻击 这四个小岛究竟归谁 日俄两国多年来争议不断 虽然5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才访问俄罗斯向总统普廷 抵出橄榄枝 但相关举动也被外界解读 是企图重新定义二战结果 也难怪引起俄罗斯的高度反感 这个北方四岛真的很敏感 因为如果你去北海道的话 你就只要北海道的海边看 就是看得到那个北方四岛 那北方四岛其实一直以来 有很多渔民在抓鱼 明明是属于俄罗斯的 也许我讲错了 不一定属于俄罗斯的 可是为什么安倍晋三 如此的很希望把它拉回来 其实你也没有讲错 也不算你讲对 因为这个地方过去 在以前的确就是俄罗斯的渔民 跟日本的原住民 在那个地方共同捕鱼的地方 所以这个岛一直有争议 所以也是俄罗斯也是日本的 对 一直有争议 俄罗斯后来他就跟那个岛的居民 就日本的原住民 他跟他们说 其实也不算是日本 就是那个地方的原住民 他就跟他说 你只要拥有俄罗斯的护照 那有俄罗斯的护照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捕鱼 不会有人干涉你 所以这个地方的很多的岛民 他们就申请了俄罗斯的护照 你想一旦有俄罗斯的护照 他当然就是俄罗斯人 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捕鱼 他们就变成俄罗斯的公民 所以你说北方四岛到底是俄罗斯的 还是日本的 可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争议 后来俄罗斯因为想要 想要经营东北 想要经营朝鲜半岛 那要经营朝鲜半岛 他们就必须要跟日本 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 那要建立和平关系 所以在1856年的时候 他们就签力了 日俄和平与贸易协定 那也就是说 我这北方四岛就送给你了 但是我们两国和平 两国和平一直不能开战 这个时候俄国全力在经营 这个东北跟这个朝鲜半岛 好 日本在那段时间 刚好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一成功了以后 日本成为东亚的强权 1904年 05年 攻打了这个俄国的太平洋舰队 所以日俄战争 你还打我 日俄战争很有名的 旅顺港就在那个地方打 俄国被歼灭 俄国被歼灭以后 俄国就引以为此 那这是在沙俄时代 后来列宁革命 就进入苏联时代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俄国的史达林就在亚尔达 就是克里米亚半岛 亚尔达他伙同了 美国罗斯福总统 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开会 开会以后就把 四岛说要交还给俄国 所以美国同意 英国同意 所以这是国际间的公约 可是日本不同意 你说你要给我 然后你跟别人说 这是要还给我 那你也没知会我 所以所以我才会说 你说得对 你也没有说对 也就是对日本人来说的话 我是跟你日俄签的是条约 对 你给我的 那你是你给我的 然后对俄国人来讲的话 你施约了 你违反 你攻打我了吗 我不爽了 你攻打我了 你攻打我 你撕毁条约 所以我不承认1856年的这个条约 所以是以我 日 以英 美 俄 三国为主 好 那这样的情形下 二次大战以后 俄国签了这个亚尔达会议的条约以后 俄国就出兵了 出兵并不是 刚开始并不是进入中国的东北 跟这个日军交战 而是直接去打北方四岛跟日军交战 这个时候他从这个千岛群岛到南千岛群岛 整个打下来以后 日军被歼灭将近20万人 日军被歼灭将近20万人 所以俄国人就老老的控制住这个北方四岛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日本人就一直想把这个北方四岛要回来 这一次我们看到安倍晋三不是特别跑去索气 我们有在这个节目跟观众朋友介绍说 他去了墓地 其实是要跟普丁要回这个四岛 终极墓地是这四个岛 对不对 但是普丁其实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要挑拨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特别讲这个 因为美国一直劝阻安倍晋三不要去 安倍晋三还是要去 去了以后他跟普丁扯了半天 普丁跟他要八项的条件 然后日本也都答应了 说提出重金来开发援助俄国 大家也拼经济 很有可能因为日本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我判断日本人可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为什么呢 因为安倍晋要的北方四岛 普丁没有可以 所以在这一次的时候 俄国的外长拉夫罗夫他就说了 北方四岛绝对不会还给你日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但不还 我也不会给你签和平条约 不但不签 我还要投下3000亿日元 在这个北方四岛 那么开闭一个叫做经济特区 仿造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 我还在这个地方 我要投资3000亿日元 搞一个经济特区 不只是这样 我还在这个地方把关税降低 我还要吸引外资 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些投资家 都想进入这个地方来 因为他有很丰富的渔货 那么他们把渔货捞起来后可以加工 做成为罐头 可以做成为农产品 而且他的基础设施盖完了以后 他还可以外销 这个时候不只是日本 不只是俄国的外交部 这样宣布俄国的军方 同时宣布 要在北方四岛上面一点点 天岛群岛的中间 选择一个以前也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地区 然后在这个地方建什么呢 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这些岛都这么大 还可以建基地盖经济特区 北方四岛其实是四千多平方公里 台湾才三万平方公里 所以等于是台湾的八分之一大 台湾三万平方公里养活了两千三百万人 你想想看 那个地方是台湾的八分之一大的时候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 有矿产 有渔货 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农场 然后再加上 它本身有很好的港口 可以做基础设施 你可以理解 这个地方一开发起来 还可以做观光 度假 旅游 工业 经济 好 那对日本来说的话 那还得了 你如果俄国这样投资下去的话 那你等于是在我家的门口 为什么呢 它进到什么程度 它可以进到有点像厦门看金门 就是北海道看得到 北海道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北海道可以看得到 俄国在那个地方 现在在修军事基地 不只是海军基地 空军基地 那么特战基地都盖上去的话 那么加强更多的驻军 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是不是威胁越来越大 日本的安全越来越大的话 俄国就可以牢牢地牵制住日本 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经济的原因 主权的原因 还有国防安全的原因 对日本来说 这个北方四岛拿不回来 日本永远睡不着觉 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晋三 一直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普丁 因为他认为唯有普丁 才有可能拿回来 可是问题是 看起来俄国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如果没有满足俄国的胃口的话 这个四岛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看到了安倍晋三是不是 丢了我们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 也就是说非但没有拿到好处 你那八项的承诺如果没有兑现 日俄的关系更不好 而且你还引起了美国对你的猜忌 所以你看种种来说 安倍晋三对俄国的外交 严格上来讲是减分的 另外是不是也是两面手法的外交关系 这一次中国跟北朝鲜举行这个篮球外交赛 那就是你一对我一对大家打篮球 表示大家feats非常的友好 结果没有想到三场比赛当中 北朝鲜三场都赢 为什么会赢你知道吗 听说因为北朝鲜这场比赛的关系 这三场比赛的关系 成立了一个很奇怪的篮球规则 一般来篮球比赛要嘛就两分球或三分球 但是其实朝鲜 因为那个篮球运动 基本上在朝鲜里面不是一个非常被喜乐 很热衷的一个运动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跟所谓的北韩的篮球队 他们在所谓比赛的时候 包含像金正恩什么都到场去看 你看画面上他挥手挥得很开心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为了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因为他想说我是国家领导人 我去了之后希望能够带动 金正恩来了如果输球赛 不是可以给他很没面子吗 因为金正恩他过去在国外留学 据说他也非常迷所谓的NBA的比赛 所以你看记不记得之前小崇罗德曼也都去了 你看外面上有没有还坐在旁边 本来就有这个交情 所以他也希望透过这个讲 可是因为篮球这个运动 事实上要有一个国际规则的存在 那您刚刚讲的事实上在北朝鲜里面 确实是有一个奇怪的一个方式 计分的一个方式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刚刚讲说我们投篮 投进去算两分 灌篮算几分 两分 一样是两分对不起 在北朝鲜因为灌篮是需要高超的技巧 所以你要跳得高 而且姿势要漂亮 所以灌篮三分 加一分 加一分 他们自己喜欢这样玩就是了 我们玩投三分球 三分球其实就那条线之外 三分线之外投 不管你多远投都是三分 但是投进去有两种 一种是空心 一种是插板 结果 那当然空心比较难 类似像一杆进洞的概念 所以外国跟人家不一样 外国投三分球就是三分 我们北朝鲜投三分球 如果你是空心的话 算四分 三分线的空心算四分 算四分 那再来就是说既然有赏就要有罚 对不对 北朝鲜是非常赏罚分明的国家 所以你如果罚球 一般罚球不进就大家抢 就没有分 不是还要大家抢球 对不起你罚球不进扣你分 你罚球不进扣你一分 当然啊 谁叫你罚球还不进 这就是你的错 最厉害的就是 因为其实篮球比赛时间就20分钟 多少分钟 大家比一比一截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我们要增加比赛的刺激性 如果倒数三秒 倒数三秒一定紧张 你的内心一定承受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打完这样那么多节比赛之后 你一定身心会疲惫 这时候如果你还能进球 那你就厉害了 意思就是我知道快三秒 拖一下拖一下 我想争取最后面最高的分数 不是 只要给你鼓励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规定说 如果你在倒数三秒之内进了球 那一球算八分 这一球很肥 对 肥肥 所以我不知道北朝鲜是不是就撑到最后 三秒的时候就开始丢一下 但是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中潮 中潮这个篮球比赛里面 他们比三场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成绩出来之后 真的让人家傻眼 因为北朝鲜篮球队 人家没有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中国大陆的篮球队 基本上人家是有在下过苦弓练的 怎么样也都不可能输给北朝鲜的球队 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真的输了 而且连三输你知道吗 第一场输将近十二分 第二场第三场各输九分九分 因为真的是好棒棒 可是这个结果一出来之后 事实上广大的中国大陆的网友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说法 酸言酸语 当然不是酸言酸言 人家是讲说其实中国大陆这个代表队 他们这个友谊赛是故意离让的 因为在北朝鲜是不能输的 干嘛这样讲故意离让 还输得不甘心的 不是啦 你那个怪规则也只有北朝鲜才有 你去人家国家就要适用人家的规则 对不对 那就要讲说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代表队 事实上他们发挥了狭义的精神 如果他们在比赛里面 赢了北朝鲜的勇士的话 这些勇士可能会被拖出去 拳决枪决或拷决之类的 所以干脆就让他们给赢了 这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文元俊哥小心你还被拳决 北韩其实有很厉害的那个篮球选手 他是亚洲第一高人 他是234公分 234公分其实跟姚明差不多 他说不定可以打到NBA里面 去小心精神的听到你讲话 没有错 所以我完全不敢去北朝鲜 要靠赖教授保护我 你知道北朝鲜 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说他篮球不正好 可是事实上他有一个叫李明勋的这个人 是他在1969年出生 他就在将近民国58年左右出生 那他身高其实非常高 他有234公分左右 很高 体重超过120公斤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事实上他本来曾经想 1990年的时候他曾经想要说 那我要到这个国外去打NBA 可是那个时候北朝鲜 他其实没有把这个 就是没有让你开放 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看他要站在他旁边 而且更夸张他曾经被称为叫朝鲜第一大脚 因为他的脚总共有37.5公分 那可能就像条船一样 那你知道高的人基本上 他不是动作都不是很灵活 可是高有一个好处 他是历史上现在有记载的少数几个人 他其实不用太认真跳 他就可以灌篮 你手拦一下就好了 对他只要站在拦一下就等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几乎没有什么人 除非他不愿意 他给亲子东西把你火锅盖掉 对他如果他如果不打你 你看他稍微这样轻轻动动动 然后手稍一放 等一下我们是要努力的练技巧 要勾设干嘛 他不用他其实在人下 就要轻轻一碰就可以了 所以1990年的时候 他曾经代表北京 去到这个北京参加亚运的比赛的时候 就很多人在关注他 可是我讲说他想要往NBA发展去 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没有这样机会的时候 一直到后来他甚至有机会在这个 跟这个邀明要对决的时候 他也一直期待说我可以我可以 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 北朝鲜当时开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就讲说奇怪 李明勋不是不能出国吗 他怎么后来感觉他旁边都是这个 外国的一个球员 因为事实上99年的时候 朝鲜就觉得说 好吧那我们用促进体育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特准说那李明勋他出国去 不然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球员 那李明勋也很可爱 因为他也很喜欢打篮球 因为高嘛 他就特别喜欢一个球员 你知道叫做Michael Jordan 他喜欢Michael Jordan 他喜欢Michael Jordan 他觉得Michael Jordan超厉害的 你知道所以他自己就取一个名字 叫我叫做Michael Lee这样子 所以他就用Michael Lee这个名号的闯荡交舞 但是我们刚刚讲 你刚刚一直在讲 他比姚明还高 后来在比赛的时候 他曾经一度试图就觉得说 我要有机会跟姚明对决 结果没有想到 他一直就觉得说 我有机会要跟你 可是没有成功 当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 所以两个人没有在球场上 没有正式的对决 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李明勋 你也知道说以球员来讲 他那时候想要跟姚明对决 所以他33回 你知道吗 年纪也稍微大了 所以在球场上其实是很残酷 后来李明勋他就正式的退休 不过以他的状况来讲 事实上 你知道他真的都是经过很多的世界 这个金世界纪录认证 认为说当时是 以他那个年代来讲 是自然生长最高的一个人 然后也是可以在球场上运动的一个运动员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昨天的北朝鲜以后再次发射这个无水端飞弹 但是还是失败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今年4月份跟5月份这两个月份当中 北朝鲜发射过4次的无水端的飞弹 结果4次全部都是失败 怪了 明明会失败 为什么还要试射呢 今次在想什么 另外 这次北朝鲜的外长这个李朱雍还特别去访问中国 北朝鲜的密使 他的心腹去访问中国 难道最近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还是有什么所求的条件 是的 我们有看到 因为朝鲜 北朝鲜 他本身把这个核弹小型化 一般来讲都被证实了 美国也认为说他已经成功了小型化 有核弹小型 那但是你小型化以后 你要能够把他送到对方的土地上去 那你要把他送到对方土地上 你如果用短程飞弹的话 那你只能打这个韩国 但是你如果要把他送到日本 或是送到美国的国土 你就一定要中程导弹以上 也就是说要能够打到这个关岛的这样的一个 那就一定要无水端 那无水端 他这样的一个载具 基本上来讲 例如说要打250公里左右 甚至要打到2500公里 或是你要打到5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导弹 坦白说 尤其是固态燃料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他本身的试射 连续四次的失败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技术的确不容易 但是你一旦试射成功的话 那他就能够变成一个有效的载具 把这个弹头装上去的话 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 那对日本来说 那这个杀伤力 威责力就很高了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对朝鲜来说 他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的这个载具 中程的弹道导弹 能够做得出来 目前为止 他的固态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 还做不出来 所以他还是一次一次一次的事 一直要试射 对那一次的试射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几个现象 就是说对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做了目前很多的外交的政策 其实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 是不太好的 例如说很简单的情况是 他跟韩国要装这个萨特系统 这个萨特系统 对中国大陆跟俄国来说的话 你根本不是真的要去防朝鲜 你主要是防中国大陆跟俄国 所以中国大陆很不愉快 俄国也很不愉快 所以他们的两个国家刚刚演习完结束 就是中俄的这个 反飞弹系统的联合演习 这个反飞弹系统演习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重点在哪里 它是一个绝对机密参数的交换 所以等于是中俄的军事互信 达到最高的目的 不只是防御系统 你一旦这两个国家 联合起来防御的话 那不是也是联合起来攻击吗 所以你如果这两个国家 防止美国的弹道飞弹 跟巡异的飞弹是核子武器的 那表示这两个国家在反击的时候 不也是中俄的和反击能力的联合吗 所以我们一般解读是防御的联合 也是一种攻击的联合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威责力就很大了 好 那原因在哪里 就是你美国要装这个SAT系统 造成了这个中俄之间的更加的结合 好 但是也改变了中国大陆 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多次劝导韩国说 你不要装SAT系统 可是看起来韩国是想要装的时候 也改变了中国大陆跟韩国的系统 好 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创造了 给朝鲜李朱庸一个条件 给金正恩一个条件 所以金正恩在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以后 李朱庸他的肩负人 他在瑞士留学的时候 就是他的肩负人 跟金正恩很好 跟金正恩很好 可以讲流利的法语的李朱庸 而且他也当过朝鲜的外交部部长 这次被拔着成为政治局的委员 政治局的委员以后 他就被金正恩派他到北京去 他为什么到中国去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要开始改善调整 这个中国大陆跟朝鲜之间的关系 两个冷战很久了 也就是说金正恩想要改变 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就是要恢复过去的友谊 或者是两边的关系 要开始升温了 所以金正恩要派他的亲信 最值得信任的 那也就是说 因为他可以代表李金正恩 那这样的一个人是可靠的 应该是要给金正恩传话 也就是说要带话过去 所以由这个中国大陆的 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联来接待 接待但是能不能见到习近平呢 还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传出来的讯息 如果是不够让中国大陆能接受的话 那他们不会让他再见更高一等级的 一般来讲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我们谈的第一个条件 如果谈得不错 你可以见到更高一等级 更高一等级如果谈得更好 那就往上再走 那如果说谈到这里就卡住了 那就对不起 上面的就见不到了 那就谈到这里为止 所以我们看到以前的崔龙海或是很多 他们也都是中共是采用这种模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大家就很关注 如果习近平会见到李朱雍 那表示什么呢 他带出去的金正恩的承诺 或是一些讯息是很正向的 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很正向的 而这个正向的是可靠的 可接受的 这样的情形可能习近平就会跟李朱雍见面 见面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呢 中朝的关系开始在改变了北京 估计会谈什么内容 我觉得第一个 例如说谈到这粮食的 朝鲜的粮食供应的问题 要跟中国要粮食 经济制裁解除的问题 这些别再制裁我了 对然后例如说来交换什么 例如说有关于核武的发展 是不是到此不要再走下去了 或者是你交给第三方 或是恢复六方会谈等等 从这个角度你看 对美国来讲着急了 所以美国的克里 他的国务卿 马上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 外交部部长王毅 他跟他说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会谈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中国大陆一旦解除 对于这个朝鲜的经济制裁 或是改善或是改变的话 朝鲜马上就恢复他的生命力了 这样的情形下 那么很有可能 整个东北局势又改善 新的王毅打预防 可是问题是 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在南海跟中国 斗得一塌糊涂 那么在东北 又硬要装这个萨特系统 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搞得那么紧的 安倍晋三下吵得一塌糊涂 那你想想看目前的情况下 是这些动作 美国日本韩国的三个动作 是不是都让北京非常的不愉快 那北京只要改变 跟朝鲜的关系 那不是就影响了 这三个国家吗 何况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菲律宾的南方 独特地不是也开始改变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 很有可能会出现 很微妙的变化 都在看这段时间而已 稍微带你看到这一位 也是克死异乡的争议人 他是脸众人 脸众人是张化县的前副议长 当时他是黑道 他如何漂白变成民意代表 还有他为什么克死异乡 这几天前历霸总裁王佑珍 死亡的案例 一般很多的讨论 事实上要带来看 这位张化县的前副议长 脸众人 他其实也是在台湾充满争议性 也逃到国外去 仍然后来是克死异乡 对 没有错 事实上脸众人 在我们台湾的扫黑史上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那么为什么呢 他崛起得非常快 那么他的行为 十分的嚣张跟乖张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等于说 已经庆嘎 已经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所以警方立刻 把他给提报流氓等等 最后他潜逃海外 那么最后还是克死异乡 脸众人的崛起 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下面 因为张化地区 他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等于说帮派 跟势力 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 因为地方的派系的 这个政治派系之间的 这个纷争 所以脸众人 一个黑道出身的 一个脸众人 因为竟然因为这样 选上了张化县议员之外 还当上了副议长 他凭什么 凭当时的派系之间的纠葛 所以在此时此刻 就要另推一个人出来 取而代之 所以脸众人 因为这样而起来 趁势而起 然后再加上他对当时的 张化县政府 就国民党籍的 这个等于说张化县政府 非常非常的支持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 这个势力里面 也希望用脸众人的力量 来解决一些 无谓的困扰 所以国民党就提名他 包括来自于媒体的部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媒体 因为媒体有时候会要监督相关的 相关的政府的一些施政 还是相关预算等等 那脸众人他到后来 因为他你要知道 在地方派系能够串起 他必须经营很多的行业 那通常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系统 那也包括这个相关的 甚至有部分的第四台 像郑太吉就曾经经营过第四台 他做cable 那他自己本身 脸众人他是最主要是 涉足这个所谓的杀石业 杀石业其实就叫黑金 那么在台湾的这个北部乙降 你还记不记得 苗栗县政府没钱的时候 还说要把那个标出去 有没有 相关标出去等等 对 那事实上在北部乙降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这条溪流就是一个黑金 因为你申请的时候 范围是哪里到哪里 可问题是 永远很多人都从 你申请的范围以外开始挖 而且挖完了以后 一场可能台风又来了 你永远挖不完 先想再说 那为了抢夺相关的利益 因为每挖一车就是 就是黑金就可以赚很多的钱 所以为了杀石的利益 争夺起来 等于说那个手段 非常的凶残 缅中人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1996年的时候 为了争夺 左水溪相关的杀石 他曾经速度率领他的手下 直接 他的手下其中有一个杀手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偷渡客 他本身也是个杀手 然后呢 枪支非常的多 所以直接率手下 直接冲到这个河川地区 然后就把对方的这个杀石 这个全部都压下来 不准他们作业等等 这个地方我要独占干什么的 一大堆 那因为不满那个杀石车 司机的态度 对不对 直接把枪 从他像电影演的情节 一模一样 从他的那个嘴巴里面 塞进去枪管 把那个司机吓死了 这么猖狂 吓死了 因为如果你变下去 就是一条人命嘛 那个电影情节 在免众人的身上 曾经发生过 那最后有一次呢 干脆就真的 把开挖土机的司机 直接给枪杀掉了 他也因为这个案子 后来呢 并其他案子 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等等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很多的这个 在彰化地区 到现在很多人 还会谈起免众人 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一些事情 为什么呢 照理来讲 在1994年开始的话 已经民国 不过20年前 民国83年 也不过20几年前 那时候台湾不是应该 很开放 很民主 然后很重视法治的吗 没想到在彰化 你这个人竟然可以 如此的离谱 为什么呢 他常常在这个 等于说去议会 他比较少进议会 去开会 但是他常常进议会的时候呢 是要瞧事情 相关谈事情的时候 有一次他喝多了 喝醉了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 砰砰 两把枪掉在这个议会的 他带枪进去 对 没有错 然后有人就叫他 哎呀呀 副议长 副议长 他以为说 人家提醒他枪掉了 啊 枪掉了 他就把它捡起来 晾枪来恐吓的吧 旁边的人看着 瞠目结舌 枪直接掉下来 那人家是在说 你怎么会带枪 对不对 他以为说 人家好心提醒他枪掉了 所以把枪拿起来 那么有一次呢 为了瞧一个预算的事情 所以呢他请了 他出面 他副议长出面 请了很多的议员 然后到这个酒家吃饭 喝酒了等等了 谈完了就是这个 这个case 还有这个预算 大家都没有意见吧 对不对 然后不可以有意见 干什么 他答案好了 结果呢 酒汉而热之际呢 这个把车就开到 开回议会去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提说 哎呀 胡义定 我们大家都瞧好 私底下瞧是OK啊 可媒体没有瞧好 瞧媒体 媒体可能 他到时候爆出来 对不对 指责我们 然后对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预算 有意见的话 那到时候 社会舆议压力会很大 所以他要去瞧 他一听 不 他一听 他那时候有喝多了 他一听 那人家也没有说 是特别只是哪一个记者 哪一个报社 哪一个媒体 他一听说 一定是哪一报的 谁谁谁 这样子 一定是哪一报的 谁谁谁 他最不听话 你知道吗 最喜欢这样 气死我了 最难搞 我要干掉他 他讲这句话 大家以为说 他就是个气话 喝多了嘛 他讲酒话 就没想到 他砰砰砰的冲出去 大家一想 他冲出去要干嘛 所以也跟着出去 你知道吗 就他砰砰砰的冲出去以后呢 到他的座车 直接把阿道一掀开 他直接掀开了 大家一看 我的天啊 一堆枪在里面 又亮枪了 然后呢 他要叫他那个大陆 偷入口的杀手 拿枪直接干掉那个记者 还好后来有人出来 说不不不 这个记者是我好朋友 这个我跟他讲一下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 把事情搞到了 到时候不可收拾 到时候我们大家这个完蛋 你如果真的是 开枪打记者的话 那是没大条 对吧 反而很多事情都不能处理 然后另外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则是 因为脸终能一直警告他 不准写相关的 跟张大厚县政府的 相关的东西批评 他基于我们媒体就是无冕王嘛 怎么可能你黑道叫我怎么样 我就听 对不对 我不可能屈服在你黑白两道的 恶势力之下 所以他造写 写了以后呢 有一天 他突然间准备 我们在每个县市的 如果你总是在台北的话 每个县市都会办事处 以前都会在那个地方写稿 现在电脑化了以后 他就可以散出去了 那就在这个地方的 胡处的地方写稿完 以后呢 一走出来以后 抗坎坡堆啦 抗坎坡堆 对没有错 抗坡堆以后呢 就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呢 带到碾众人的沙石场 那么沙石场不是都会 一屁一屁 那肝筋这样 一屁一屁 没有没有 他没有那么恶劣 你不要把他想成这个样子 他只是叫这个记者呢 往前走 往前走 走到哪里呢 抗坡堆就来往前走 走到那个沙石的最高点 因为下面就挖得很深嘛 挖了几十公尺这样嘛 不要动 不要动 他说你不要动哦 千万不要动哦 你也不要回头 不要动哦 真的不要动 然后呢 棒一声 这个记者的左边 被开了一枪 你不要动哦 不要动哦 不要动就没事哦 棒的一声 右手 右边又开了一枪 你还要不要再继续写 太黑道了 还要不要再继续写 再继续写 我又直接从中间开了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怎么办 就报警了 就只好看看怎么处理了 所以后来年仲人 在彰化的那时间 其实不长 嚣张了两三年而已 跟他所作所为 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通常一般的黑道是求财 江湖求财 不求气 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 所以后来呢 因为涉及这么多的案件 那就被警官给逮捕了 逮捕了以后 后来交保 为什么交保呢 因为他用二 他就把自己二到 剩下三四十公斤 他因为个人 本来个头就不高 他将瘦了以后呢 营养不良 很多毛病啊 有什么剩的毛病 保外就医 就画面这一个 就直接到中国大陆去了 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一家夜总会呢 因为连续被人家 开枪来勒索保护会 连续两次开枪勒索保护会 那么后来他们就报了公安 所以公安早就在等 结果呢 到第三次的时候 真的又来一部车子里面 有智晓柯车两个人啊 就直接前两次都打招牌 这次直接逃着一楼 这样子在门里面就打了 那很多人他照开 开枪了以后呢 一楼的玻璃大片的落地 从玻璃碰碎掉了以后呢 这时候在一旁的公安 那个嗷嗷嗷出来就追了 就追了这个智晓柯呢 最后这个智晓柯 因为追赶的过程当中 开得太快 直接撞上那个分隔岛 砰就撞上去了 车上里面的人就死亡了 其中一位就是脸重人 所以呢 当时曾经窜起了这么快 结果最后的结果 是亡命他乡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 湖南这个屋子 听说是一个鬼屋 为什么是鬼屋呢 听说屋主自己本身 还有屋主的朋友 住过之后都觉得真的怪怪的 记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说 你们都太不科学了 我记者来住住看 结果没有想到 他也落跑 这么猛 这个事件发生在湖南望城 那有一个叫陈兆辉的人 因为在家乡谋生不易 他就到这个其他的地方 我们以前讲北漂什么的 就到北京里面去工作 他就到其他大都市去工作之后 赚了一些钱 觉得还是回到家乡好 他就回到了望城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钱拿去买了一块地 盖了一栋楼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自己本身 还是要在外地工作 不然钱从哪边来 所以房子盖好之后 他就请他一个好朋友 叫做毛师傅的 因为他原先是在做这个房子 工程这些 他讲说 不然你就来顺便帮我看 看着这个房子 望望人气是不是 对对 就帮我看着房子 因为怕有人来偷或干嘛 结果这个 他的这个好朋友叫毛师傅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睡一睡 突然觉得有人在拉 他的那个棉被的脚 你知道 就这样扯扯扯 他第一个想法 不对 这房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那谁来拉我的这个被子 恐怖哦 对 他一想完蛋了 撞鬼了你知道 那他越想就越害怕 马上打电话给这个 陈兆薇 他人在外地说 兄弟 我跟你讲 你在房子有点问题 晚上睡觉 有人拉我的 棉被脚 陈兆薇当然不相信 但是这个毛师傅 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不是一次而已 他一直拉我 一直拉我 一直拉我 我会怕我不敢住了 你赶快回来 陈兆薇没办法 反正我赚了钱 我通通还来盖房子 那村里的人 大家都觉得说 你好棒 一景还乡 大家都还在做这种 建设乡 对 人家住这个小农舍 你已经盖到洋房了 这样子 大家觉得他很棒 他就觉得说 这房子我盖了 我为什么不敢住 他就回来 一开始他不相信 这个毛师傅讲了说 这房子闹鬼 结果没有想到 晚上有一天 他睡觉的时候 他跟他太太 这旁边 画面上面 你看他太太 他说他两个人 夫妻两个睡觉的时候 那个陈兆薇突然觉得说 有一股冷的气 从我的脚底板这边窜上 而且窜着就顺着 我的两条腿这样咕咕咕就跑到我的膝盖 再往上窜 全身打了一个冷战 一个气喘不过来 他昏过去了 他的太太睡在旁边 不对 我先生怎么感觉这样怪怪的 隔了十分钟 发现他真的没消息 赶快把他摇起来 陈兆薇吓醒了 你知道吗 他说真的有事 我觉得我那个毛师傅跟我讲的 不是胡隆我的 原来我房子真的有问题 不然我怎么会 像鬼压床那个样子 我想动也不能动 突然自己还昏倒 这时候他就开始到处 就跟人家讲说 我真的觉得我房子有问题 你知道这种乡村 一定传出去的嘛 不是大家都会开始出主意 就有人讲说 我跟你讲 你这个房子里面一定不干净 所以就开始有人跟他讲 你要找师傅 要干嘛的房子里面贴符咒 一个新房子 大干迷迷毛毛 你知道吗 阳台边大门口什么什么 只要转角 放镜子的放镜子 放符咒的放符咒 甚至讲说 日本人讲说 遇到鬼的时候 撒米撒盐 然后讲恶林退散 他老兄照做 全部都照做 通通都没有用 你知道 又有人出主意 就说 我跟你讲 你这房子 阴气很重 那阴气重的话 最有效的方式是干嘛 你知道 找阳气重的人来 所以他老兄就想到说 那找阳气重的 我们村里面 什么人没有 男人最多 来得几个男人 所以找了十几二十个 每天到家里面陪他 干嘛 打麻将 陪他聊天 打屁这样子 好 可是问题是 这些状态在的时候 他通通都没有出现 闹鬼的状况 可是只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事情就来了 你知道吗 又被拉 他事情就来了 他就觉得说 一直觉得就是很奇怪的 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通通都没有用 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 那村里面这整件事情 通通都传开 有些人会相信 你知道乡村有时候 这个知识水平 没有特别高 有些人就觉得说 你这真的撞鬼 但有一些是打从心里 就觉得说 你这一定是干嘛 一定帮他找一些理由 可是陈兆惠 自己心里面 通通都觉得说 不可能 我亲身经历 而且不是只有我撞鬼 我太太也撞鬼 那么多人 毛师傅也撞鬼 我们很多人 通通都撞鬼 都觉得有事情 这个事情闹开之后 到最后师傅也没办法 符咒也贴了 大米也撒了 盐都弄了 没用 那怎么办 就来了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这个记者就叫 这个姓周你知道吗 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也要讲 过去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 讲到说房子 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 后来有时候 他们去追真相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其实是因为 你那个是木板的那个地 那久了之后 他可能又产生暴力 像木头 那个声音 那你晚上乐障忍缩 那你晚上就觉得说 好像有人在走路 他总是觉得说 能够找出一个原因出来 好 结果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个记者 他自己本身 他不认为有鬼 所以他自己呢 就因为他有一些尝试 他就把这个 他就装了一个摄影机 就装在他的那个 他就装了摄影机 他就装了摄影机 所以你会刚刚在画面上面 有没有看到 他自己在那多部 当然有做了一点 这个简介的这个技巧 就是说 他就想说 那我就自己装一个摄影机 看看我如果睡着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鬼 这样 他本来这样子 醒着走的时候都没事 你知道 等到他真的要睡的时候 就他自己的说法 他说 他真的听到了怪声 哎呦 他听到 他说他真的听到了怪声 结果一听到怪声之后 他就爬起来看 爬起来之后 往下面去看的时候 他发现也都没有东西 所以他就走回来 有怪声音 不是 他觉得听到怪声音 但是没人嘛 那这时候 他就开始想到了 另外一些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人下人 有没有可能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他后来 没有找风水师 他找了谁 你知道 他找了一个心理的医生 那找了这个心理医生之后 心理医生来的 一定全部通通都要先问过一遍 结果发现到 这整件事情 全村里面 大家都听说过 那真的在他房子里面 遇到过鬼的 就自己讲说 我遇过鬼的 有六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毛师傅 第二个人 就是陈兆辉 然后第三个是陈兆辉的太太 陈兆辉的儿子 陈兆辉 然后陈兆辉 村里面还有一个人 还有他的姨母 对 那他自己本身不算 周记者自己本身不算 因为他觉得 他是有听到声音 但是没有感受到异状 那接下来 再来问 就这个心理医生再问说 这六个人 撞过鬼的 谁最容易撞鬼 谁 谁撞鬼最多次你知道 谁 一问陈兆辉 他不是才从外地回来吗 对 因为他经常遇到鬼 那他就 那这个心理医生 他就开始找问题的 癥结存在 你知道 我刚刚讲说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理因素 比如说过去 曾经有讲说 像那个中国大陆 有个很有名的鬼城 对不对 很多人就讲说 哇 我都听到什么弟弟 有咔哩咔哩的声音 干嘛 后来才发现 事实上旁边 是因为有一个水池 然后水池下面有个水道 水道就经过那个房子的下面 水水流过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哇 我旁边住鬼城 现在 那个地板裂开 咔咔咔咔 鬼要跑出来 那他就从这个心理角度 去研究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真相 是什么你知道 第一个撞鬼的 叫做毛师傅 心理医生就问他说 师傅 你现在做什么 毛师傅刚才讲说 我现在在弄房子 做地基 我平常兼职 还做一点道事 做道事 还是道事 姚岭的那个道事 好 心理医生找出这个问题的 癥结是哪里 因为第一个撞鬼的 这个人叫毛师傅 他自己本身 因为从事道事的关系 他一定相信鬼神 那他相信鬼神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开始觉得 他或许感觉到什么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他心里面根深蒂固 就觉得说 我相信 一定有鬼神 一定有遇到 这个灵异的事件 所以他不断地强化 这样的一个印象 结果把这个强化 这个印象之后 告诉了陈兆辉 陈兆辉是第一个 接收到他印象的人 然后接下来是陈兆辉的太太 再来才是往外面其他人 所以为什么 到最后变成是说 他从心理医生的角度研判 第一个 最容易撞鬼 最多次的那个人 就是陈兆辉本身 因为他被他强化的印象 他被毛师傅强化了 这样一个既定印象之后 才发现原来问题 出在毛师傅的身上 因为一切都是他以而传而 都是他自己讲的 你知道吗 陈兆辉其他人都是转述 所以其实其他人的感官神经 没有那么的敏略 话也很悬疑 我们刚刚讲说 他或许觉得有人在拉他背 有人觉得是这样 后来发现这是一种 精神上的歇斯底底这种反应 他们称之为叫疫症 就是你有一点在想象的那个样子 结果心理医生找出了这六个人之后 分别了解之后 而且找到原因说 原来就是你毛师傅 你自己相信鬼神 所以把这个东西无限放大 所以也奇怪 这个事情解开之后 这六个人再也没有装过鬼 所以是以而传而鸡飞成事 房子干干净净的 现在陈兆惠一家人住在那边 还住得蛮开心的 来看到历史上说 被称为是最残忍的女后 她怎么残忍你知道吗 她推出所谓的人质的酷刑 她说把人的手脚砍断 把眼睛挖出来 她把她当畜生 女后这么残忍 她难道没有任何的建树吗 她没有任何建树 告诉各位 其实整件事情看到现在的话 我们讲了这么久的话 其实我不是要帮女后说话的意思 她确实阴险狡诈 她确实心胸狭窄 她确实能把欺负人做成人质 但是问题出到这个地方 她的所有动作的话 其实只是个政治事件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她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让自己的儿子汉慧帝 可以当上皇帝 才这样做而已 而历史上 因为对这个人质事件 很残忍的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都认为女后是个坏蛋 坏透了头顶身疮脚顶头顶头 那种坏蛋这样的 但她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告诉各位 可能未必如此 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一下 在画面里面的话 左半部 左半面这个图片 叫做半两 它们写的两个字 半两 钱 半两是钱的意思 那这种半两钱的话 其实就是在旅后的时期发行的 那旅后的这种半两的话 有特别的名字 叫做八珠半两 八珠半两 我们听过半斤八两 我们听过半斤八两 爱听过资助比较 那个资助比较也听过 那为什么特别叫八珠半两呢 是因为其他的重量 其实还不足真正的半两 这样子一个单位 因为真正的半两 应该是16株才对 所以其实呢 八珠半两 只是真正的半两 重量已经减半了 那听起来 这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告诉各位 我们来看右脚角这个图片 那真正的半两 钱的话 是在勤贷发行的 这个是勤半两 在勤半两 在前面的A这种的是标准型的半两 而B这种的 就是减重以后的勤半两 而减重以后这种半两 其实它的重量也是八珠 也是八珠 那这事情怎么回事呢 告诉各位 其实古代的货币单位 基本上是以济重为单位的 意思是说 我跟你讲半两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半两 那以前是没有所谓的 大面额货币 跟小面额货币差别 以前没有所谓的 一个钱上面写100 500 以前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其实一个钱 就是一个钱 这个是一个钱 这个也是一个钱 这个也是一个钱 这样明白了吧 所以其实它都是钱 那为什么说 重量单位很重要呢 其实在过去的时代里面 有时候国家在缺钱的时候的话 开始跟民间抢钱 那怎么抢钱知道吗 简单来讲 原本一个钱 应该这么大一个钱 那它就减轻重量 变成小钱这样子的 那现在政府的做法是 在操办上 把那个数字印大一点 像那个信贷币 不是有以前 从100变成500 比1000 现在有点缺年超吗 对不对 那像星巴尾的话 一应一造出来这样子的 那其实现在的做法是 把那个数字印大 可是过去的做法是把钱做小 把钱做小 那这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说原本呢 半两钱应该符合16株的重量 应该符合这重量 可是国家当然 没钱的时候怎么办 知道吗 那很简单 我们半两钱的话 就减半重量嘛 对不对 缩小它的壁值 它没有缩小 壁值还是一样 壁值是一样 重量变一半而已 那像买东西就可以变买的比较少了 就是国家呢 我拿一样的一个重量的钱的话 可以做两倍的钱出来 因为说这个当我这个没有钱可以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重量减少嘛 对不对 这样子我用一样重量的铜 可以说说更多的钱出来 也是另外一种通货膨胀 就是搞通货膨胀 那这个做法的话 难道民众是笨蛋吗 民众一定知道啊 民众一定知道啊 我原本钱一个这么大一个 就现在难道变成一半而已 变成它两倍的double 心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会高涨嘛 对不对 所以过去历史里面 经常发生所谓的这个斗米万钱啊 这个物价飞涨啊 大家有钱可是买不起东西 怎么就知道了吗 就是因为钱越做越小 你看啊 从这个A到这边的这个下面的E那样子的 越做越小 上面都一样跟你写半两 事实上都不足半两 为什么呢 那像你这样讲它不是德政耶 这个是一个恶政 是一个非常非常抢钱的行为这样子的 那这种抢钱的行为的话 告诉各位 其实越是混乱的朝代的经济 它的钱就越小一个 好了 各位听好了 那为什么说那 旅后的八租半两很重要知道吗 告诉各位 在整个汉代历史里面 真正的发行 足重的 一直说那个钱啊 是比较重的钱的 只有旅后的时代而已 就在旅后在主政的这四年间 曾经发行过这种八租半两过 后来叫做四租半两 真的还有三租钱出现 他虽然欺负欺负人 可是不欺负百姓 他害了那个欺负人 可是问题是 在他主政的时代里面的话 事实上当时他的钱 还是符合了应该有的重要单位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面 他迫害了那个欺负人 可是在民生上面的话 这个旅后的话 他非常照顾人民的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把钱做得更小的话 那么民生会凋敝 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 发行了半两钱 是足重半两钱 所以告诉各位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旅后 或许可能跟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呢 破坏欺负人是一回事 那是个政治事件 那重点是 他在经济上面 他做得很好 这一个就是旅后的八租半两钱 1864年6月1号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 洪秀全 病逝北京 历史上的今天 1864年6月1日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病逝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 广东花县客家人 他早年曾经结束基督教思想 创立拜上帝会 主张建立远古天下围攻盛事 1851年发起 金田起义 发动农民反抗清朝统治 建立太平天国 洪秀全 自称天王 在永安建制分封诸王 使太平天国有初步规模 巩固领导 提高太平军战斗力 1853年 攻下江宁府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改名天津 作为首都 总计历时14年 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 势力发展到18省 占据了江南附属一带 汉洞清廷税收来源 然而洪秀全定督天津以后 封建议事与日俱增 陷入阶级观念 享乐思想 另外 为防大权旁落 洪秀全用人为亲 例如石大开 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 然而洪秀全猜忌他 用安抚二王 协制和排挤他 因此 石大开出走 致使太平天国出现 分裂局面 洪秀全大封王爵 不问财德功劳 亲戚广东同乡 或捐有钱两者 都可以封王 人数达到2700人以上 造成朝政混乱 励志败坏 军事削弱的局面 1864年3月 天津和为后 城内断粮 洪秀全带头 吃草团充饥 握病不起 6月1日 病逝北京 很久以前 我看过 太平天国这本书 写得相当有趣味 也相当的深入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感谢观看